乌来老街从桥上就能看见秘密麻麻塑胶水管 有的是从民宅外街 但更多的是当地店家和业者使用 台北市议员李庆元拍下 南市溪上扶着白色泡沫 与周边水质出现落差 难道别人的洗澡水真的排到溪里面吗 乌来街你应该排不到污水 是因为乌来街的所有的沟群 他们都有进到污水处理系统 走进西边观察 一整排温泉民宿 坡地上不少水管 出水口对着景观步道 距离溪流不到五公尺 乌来老街两旁是南市溪汉桶后溪 69家温泉业者的确有两家 因为偏远有排放废水疑虑 主管机关近两年半 机查97次 至于拉不了管线的 会致有地装设进化槽 防止废水污染溪流 但污染不止这一起 大台北地区超过六百万人 使用的翡翠水库 2010年也爆出买了四百区尸骨的 台北花园公墓 因为烂葬污水排进北施溪 在排进翡翠水库 长达26年 如今目的还是在水库上头 主管机关表示定期抽验 没有发现污染 2010年后也已经禁止土葬 虽然用水都会经过进水厂处理 最后再排到家户 但若是不能从源头把关 恐怕让民众无法用得心安 记者陈家路 红军委新美食报导